陸谷香农会春茶比赛实际参菜建树共有4779件 近几日农会评茶班员们也加紧脚步进行出审作业 严谨把关准备将这些茶样折幼泰列送往复审阶段 再评比出今年的游子春茶 全部角角的茶叶有4779件 从5月22号开始为期6天的出审作业 我们动用了33位的我们挑选出来的评茶师 当然这些评茶师都是一时之选 都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从我们的评茶班员里面去考试 两阶段的考试 然后再经过训练所挑选出来的33位的评茶师 他们都是会秉持着最专业的态度 跟他们用最专业的那种技术去把这些茶叶做分级 所以受感叹气候影响 今年春茶产季有所推迟 但就今年参赛茶样而言 依旧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表现 今年的春茶坦白讲 以这几年来讲的话都特别的晚 4月下旬之前的春茶采收 它的成熟的成熟叶跟 人家说的公春菜比率会比较多 可是到了4月下旬之后 甚至到5月初 比较晚采收的茶叶 基本上它的茶叶跟它的品质都已经非常的好 因为今年的春雨来得比较晚 所以比较高海拔的茶叶 坦白讲它的品质跟整个侯韵 整个茶叶的表现都特别的好 为期6天的出省工作过后 将会进入到副省阶段 并以6月1日公布成绩 以及药检与境外茶检验成果 也请关注茶赛的民众都能够多加留意 副省作业会有5天的时间 全部时间会在6月1号公布全部的成绩 药检跟境外茶检验的部分 我们在缴查的时候全部都取样出来 如果说检验出来 如果判定为不合格 是药检有问题 或者是有境外的疑虑的话 经过他们专业的单位判定之后 就是同样一件QR Code所缴交的茶叶 全部列为淘汰 而且是我们也会做销毁的动作 议长和尚风肯定农会的严谨余用心 也相信在成绩公布之后 今年度的优质春茶 必定能够受到消费者们的喜爱 进而为茶农们带来更好的收益 记者卢凯入股采访报道